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3日 这是上传的第二个录播的节目 现在已经不做直播了,录播 录播简单多了,到这点时间可以各地跑一跑 来到加拿大十多年了 应该出去看一看 整天困在家里也是很郁闷的 来看看更多的消息和评论 一条消息是看到这个阿波罗网站刊登一篇文章 这个记者评论员观察挺细致 他讲到人民日报头版有一条 说了一句黑话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黑话 他讲到呢 他说这个4月3号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 为中共4月开始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宣传造势 像今天也是 是吧 开始造势 洗脑 而列宁在一百年前的一段话 道出了中共 一切类似政治运动的实质 卡雷这个作者可能 他这个年纪和我差不多 否则他不能分析这么深刻 这是阿波罗网站记者秦瑞 他里报道 他说4月3号 中共人民日报发表了原章 叫宁心驻魂向复兴 富标题是什么呢 写在学习贯彻习近新时代 思想主题教育启动的时候 现在因为党内党心已经乱了 我认为 很多的党员看透了共党的本质 开始动摇 怀疑 这个党能存在多久 搞到今天的程度 搞不好就崩盘了 所以要祝魂 菜鸟主管这个工作 说祝魂是文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同时也是一句党的黑话 换成他的另一句黑话 就是什么呢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最新成果 武装全党 说白了 就是给党戏脑 党员戏脑 你看罗志军和张红青 不就是破灭了理想吗 这个信念 结果跳楼了 死了死 也不管是服药自杀 还是跳楼 这和高岗当年都一样 高岗不就反毛吗 反毛 挺刚烈的自杀了 毛泽东 当时讲的是自居党和人民 根本不同情 据说高岗长得特别潇洒 也是当年也是 升级一时 乌马进进 差一点就是 掌握了中共的 可以这样讲吧 领导权了 高岗是个人物 现在又出现这些问题了 党内发生了分裂 动荡 你不要以为团派灭了 胡春华 李克强 汪洋下去就完事 没那么简单 这篇文章讲 这样的政治要求 在中共历史上 不断重复出现 他引用了 北京之寸杂志 勇毅主编胡平的话 胡平是民运的 这个思想家呀 胡平我见到一次 胡平 写了很多著作 胡平说思想改造 意味着对独立思想的否定 我们还记得 在1957年的民广当中 有不少人 仅仅是因为 提倡独立思考 打成右派了 所谓思想改造 要求一个人从一开始 就承认 我的思想是错误 只有党的思想 领袖的思想才是对的 我必须按照党的思想 领袖的思想 来改造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说呢 他要求以别人的 是非 是非 否定自己的 独立性和自主性 其实每个人 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他不是 他让你全部 统一到党的意思 党的意思 是习的意思 都两件盒子的 输解水平 至于说 宁兴 这句黑话 则是文革中 文章当中的 统一思想 统一 统一行动 这三个统一 近来 近来 不断的出现在 中共的喉舌当中 至少 可以追溯到 列宁时期 这个作者 就从 列宁的观点当中 找到他什么 他这个 传承性 讲到这三个统一 今年不断出现在 各种喉舌当中 100年前 就列宁啊 曾经明确提出所谓的个人独裁 权利的意义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 那正是文革的时期 我也到图书馆去 那时图书馆也开 偶尔开 全是马列主义毛 我那时候特别滑稽可笑 大连图书馆 我 我每天就是9点钟开门 门前等着 进去就看那些毛 还有大连造船厂 一个 腿 一个人 当时他和我在一个房间 就看着马列主义 马克思的著作呀 那林林总总 一大堆呀 很厚很厚 钻头一样 我还真正一斤精力研究了一段时间 就这些东西 也没看出个子毛有来 没看懂 他说呢 都要求 列宁要求 无条件的 和最 和最严格的 统一字 一次到几百人 几千人 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 这一必要性 无论在技术上 经济上 历史上看 都是明显的 怎样才能保证 最严格的统一字呢 就是只有 千百人的 万的人的 意识 服一个 服有一个人的意识 现在不就是 都听习近平 给国家搞到今天 这个程度 在国际舞台上 内外交困 富贝受敌呀 从来未有过的孤立 是吧 你还搞的一些在天洞那边 昨天 这个社会发生了大事的 是吧 解决 心理失衡的老百姓 做出一些举动 很残暴 很血腥的 是吧 驾车 无差别的 报复 不确定群体 这很可怕 这新闻越搞越糟 在经过中共 在洗脑之后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这篇文章讲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 其实恰恰自己 内心世界 的映射 所谓人者见认 智者见证 从党文化的斗争意志 武装大脑的人 看到的是中国历史 自然而然就是 争斗和厮杀 看不到什么呢 看不到美德呀 看不到这种 无私 将相 这个有的将相也不错 像大鱼之水 是吧 宽宏大肚都看不到了 也看不到屈原的 刚直不饿 也看不到 苏武的不屈气节 温天祥的一片 担心越飞的惊中暴国 惊中暴国也被习近平 曲解成了 是不是 也曲解了 所以现在 这习近平啊 搞到今天的程度 越搞社会矛盾 党内矛盾 越深 越复杂呀 搞不好 我认为啊 搞不好 党就蹦盘了 也是好事 这篇文章讲啊 今天的中共 虽然不再以 街道人为纲了 可是人们的思想 仍然受街道人的影响 怀疑一些 深挖思想动机 其极 仍然是许多人判断 事物的第一反应 分析中共 六四镇压学生 因为学生领袖的 动机不存 所以他们应该 承担一些责任 开枪杀人 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 海外有人揭露呢 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 其动机 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 中国的罪恶似吼 属实反倒不重要了 工农兵 辛苦一年 却薪水被骗 不得已采用自焚 跳楼等极端方式讨心 动机都是为了作秀 等等等等 他讲这个事情 他说 所以要立法惩治 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 和造成悲剧的社会制度 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 其实现在产生这些问题 都是制度造成的 他讲他是引用了叫解体党文化这本书 中共发动了大跃进 火和饿死了4000万中国百姓 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感应超美 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了 也就是中共 他这套骗书 就宣传洗脑 他为什么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 你打开看一看 就这第一题 这么讲吧 最起码在 20分钟差不多 搞这套东西 紧急的就抛出了习近平的著作就开始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是雨露了 整天背 这个很可怕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习近平这样搞下去的话 中国人 没有前途 实在是看不到未来 那是今天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另一个议题 也就是 这个风靠网 今天报道了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 李维 李维奥 张继柯 现在成了热搜 我看年轻人都纷纷议论 还有的网友发 email 我说你再谈一谈 我谈一谈也谈不好 因为这都年轻人们感兴趣 什么电影远 因为本人呢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是最清楚 大学一毕业以后在大连日报文艺务工作 接触不就这些歌星影星什么这个星那个星的 还真见过早年的这个什么 这些什么 明星啊 侯耀文我还去采访过他 住在大连旅馆 天津街旅馆 和师傅宽两个 我一大早八点半钟就去读他 他还没起床呢 敲门 就采访他两个 挺好 那两个人 当年啊 后来又见了很多这个 名人 我发现了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有一些人呢 总看这个就 女明星演的电影 因为电影主题都是高大上 都是这个美好 于是人们就产生一个错觉 就把这个明星 以为是他这么美 灵魂这么美 这是误区 不是他只是表演 你真正见他本人呢 和这个有的时候完全相反 或者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或者是你 变成普通人一样 都有缺点 欺听忧郁啊 缺点错误 是不是啊 都一样 所以啊 这是一个 欲弃责贵 就明星 你不如你责贵自己 所以这个 这篇文章 他就讲到了这个张继科 李维耀 李维耀是个记者 他就是 最近搞出个大事件 大家都知道 他就张继科事件 啊 李维耀 这个回应 他以前呢 他说记者 他就不希望自己出名了 记者都是这样 吹捧别人 自己要变成 这新闻人物 就不太好了 是吧 张李维耀 在回应当中 就讲 2020年呢 有武汉的朋友告诉他的 说一位武汉的S先生 他没讲这个人叫 谁什么名 张继科 欠了很多钱 于是S先生 向他讨债 在此前后呢 张继科就给了几段 明星母女人的隐私视频 给了S先生 要怎么宣传大波 就这个女明星演那些美好的形象 但私下 底下并不是这样的人 就这个意思 所以网上热议 S先生 昨晚有向母女士要钱 结果母女士报案了 S先生在2020年就被抓了 就算是敲诈了 有时候被抓 对此产生了兴趣 于是进行比较长时间的采访 就这个李维耀 为什么采访他 他讲这个 讲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吧 其实这个根据李维耀赛除的欠条 就张继科欠就五百万 届期周期25天 超过25天后 利息按月息1.99%计算 这放高利贷 陷入这个高利贷了 那么这个 就这个事情现在成了一个热打 热议 一个新闻 其实 我跟你讲 你真正了解这些影星歌星 你就感到很失望了 包括那些巨作家 我遇到很多 你看他编的挺好的 你生活当中 正是他编的故事里面的黑角也说不定 各个领域里都有些 各种人物 就是非常有意思 这篇文章 现在是热议 什么巨额赌债 女星私密视频 敲诈勒索 人们都对这些床上的 这个明星的床上公司 君君乐道 你看 一场流量的狂欢开始了 人们都寂寞 半来小半来吃瓜 是网友的普遍心态 所以说网友可以有 但有关部门不行 切实肩负其指责 才能扫清网上的一地 鸡毛等等 就这么一篇文章 这说明什么现在整个这个社会啊 觉得比较躁 浮躁 你看中共的老百姓 由于在政治领域受到共产党的镇压 警言 你不敢议论 发表监律观点针对习近平 政治新闻 自然而然都挤压到这个 就是这个 娱乐新闻 文艺 而文艺呢 人们又 这么讲吧 贪财好色 都是人的本性 人们总对那些 潇洒的小男孩 叫小鲜肉 漂亮小女孩美女 人们都是这个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眼睛倍亮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 这些新闻 往往是大家都是 这个饭后茶余 大家就开始纷纷的议论 一吵就吵着 其实表 其实显示人们的 心灵的 这种 空虚 真的 因为他没有政治的选举 增上选举 你打开台湾电视看 台湾老百姓 好像每天都在议论政治 都在选举 你看台湾整天在 在这个 争吵不朽 是吧 在这个 竞选 因为他把热情 固定在这个政治里面 这是人的权益 这是应该 中共国不行啊 你没有 政治上的权利 你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吗 你敢 对李克强公开批评 公开弹劾 对习评公开批评 你不敢吗 那怎么办 你只有转现什么 隐心个性 什么提棒子 求行 这样的 风险小一点 还能满足你的 还能逆补你心灵的空虚 是不是 所以这种新闻 往往就造成很大的轰动 本人认为 这和社会 整个政治制度有关系 一般来讲 等到平息 等到了一段时间 就平息过去了 你看现在 没有人提 吴以发的 是吧 这个都和官媒的引导有关系 那么今天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更多的更重要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 马英九 这次来到这个 中国大陆 这一场 这个 精彩的表演 中共国 现在是精心的搞了大败学 用这个来什么呢 来这个 抵消 息事 蔡英文的影响 刚才上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看看 老马 现在在中国大陆继续的表演 最精彩的表演 在上 节目我曾经讲到 非常有意思 看到个视频 到重新访问 看这个古董 说马英九 透明玻璃 没注意到 过往一声 顶上去了 网上有个照片 有些视频 你们看 非常有趣 人们热议马英九 你看怎么讲的 网友 有一个叫村的 发的帖子 说他 操着一种语言 长着差不多的面孔 蔡英文在纽约的活动向美国展现了华人 可以有的另一种样子 说蔡英文在云集了六百贵宾的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讲 核心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次感谢 感谢拜登在内 拜登任内对台湾的九次军售 感谢美国人对台湾的友好和帮助 感谢不离口 跟大国撅起喜欢说不的战狼大响敬听 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合作 台湾现在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要一环 未来 台湾可以为美国和世界做的更多 第三是和平 台湾要的是和平 台湾从不挑事 台湾始终沉着冷静 绝不冲动 一副乖乖女的形象 有人之上 但台湾不止做乖乖女 遇到威胁 台湾不屈服 面对强敌 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和意志 见到这样的台湾 山姆大叔怎么心生怜悯呢 触手保护 领袖的言行气质是一个大国的名片 多少大外学经费都比不上 这个网友写得很好 他说呢 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 相比于知人图报 千千君子的蔡英文 大国领袖 习近平无论是谈吐出场方式 待人揭露态度都是显着蛮痕的 习近平 确实给人感觉是黑社会老大那套 不行给我抓起来 往死里整 就这套东西 银参英文确实 还是彬彬有礼的 说这种蛮痕 与纽约街头开法拉盛 悬浮的富二代 抢夺福利食品不手软的中国大爷 跳广场舞穿红军服的中国大妈 护卫表里相饮陈裙 这个网友挺有意思写的 还有个网友 这个叫姑 他讲的马英九 他凭马英九 说马英九防污大陆 实际上可看作赵俄 不得不发动的一次统战攻击 他说呢 马英九的富中国大陆战队之旅 实际效应反而是促进台湾更加坚进阵营 反而是蔡英文防美的助攻 说假如我们把中共统战比喻 与商场营销 马英九的访问大陆实际上对统战存货的一次 清仓泡卖 这个形容更是独特 泡卖 他说现在看来效果很一般 这北京的统战员 统战官员不得不安排各种小动作降低规格 至于是否北京会意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 迟早会 说马英九访问中国主观上当然是 马本人根深蒂固的大中华情节和他一贯的误判世界 客观上是加速中共统战资产在台湾选民中耗尽 是蔡英文的助攻 我认为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并不能给国民党争分 不过他在这个最后的时刻提了一下 中华民国 还提了自己当过总统 这个多少应该有必须肯定的积极意义 也是了不得 就马英九 而且讲完以后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如有些媒体讲的 说是 触弄习近平 想习近平亮剑 没那么严重 这个应该他和习近平之间还是有这个默契的 本人认为 这习近平啊现在他是这样琢磨 就对台湾 武统这个事啊 你别跟他 抄手很想 他实际还是想接一个成本 尽量是 能够给互忧回来 骗回来 就像那个 香港不就说 50年不变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啊 结果后来 实际成熟就翻脸了 你看那个 过去采访 网络报道 孙力军的时候不就是吗 刘延平也是啊 讲到那个 香港刚回归的时候 共产党也是想给拿回来 但没有办法 拿不回来 所以就事实求是那个时候啊 也是为了稳住西方 其实共产党一直也在骗 啊 所以说这个 他想继续让 台湾仿照香港啊 这个方式什么 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啊 这套东西 在利用马英九 说向这个对待 这个像 呃 董建华那样利用一把 恐怕难啊 马英九愿意扮演这个角色 应该讲马英九这个 这个 他是有他的想法 通过今天看 他还想借这个机会 把中华民国拿出来讲一讲 虽然中共不报道 限定了知情范围了 但是还是有积极意义 另外你得看到就是中共有一些官员 在接马英九 我们观察看 刚才上节目也讲到了 有一些官员还是 技术官员还是挺有本事的 你想那袁家军 你想那是 绝对是这个这个 不合适了 你看今天他那个 接接马英九的时候 我觉得马英九表现 远远不如 马家 这个袁家军啊 那就证明 习近平他现在 一方面 核心程度 是小矮人 他这之外 他也利用一些人才 来这个逆步他的部署 这个 这个当然后续观察 这个台海局势了 很难讲 我们来看 其他网友怎么讲的 他说 发广介绍说 另有网友发帖讲 他说针对马英九 这次来中国 中共的安排有一个意涵 和目的 大致可以 大部分人 没看懂 用尽 可能方式 羞辱马英九 矮化 这个中华民国 前总统 实则成为中国 一省的前领导人 说那么 小英这位 现任省领导去美国 就变成了 没有什么大了不得事 将台湾的 卫阶拉到一个 不听话的省 这是中共 一贯的卑劣手段 和阿秋 精神胜利法 之一 用以自卫和内宣 有这个意思 你看他这次到现在 卫子界 就省一级领导 但是好几个都见了 沿途 都见了 那么但是袁家军 我在上节目讲了 他是直辖市 他多位高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也表明 习近平对这个马英九 卖身投靠 特别是这个 外里邪说 孙着中共说好话 讲这个疫情的事 习近平挺满意 给他个小奖励 当然过两天 可能最后结束的时候 也说不定 王沪宁见他 习近平不可能见他 我觉得马英九要真正斗胆的话 你真正想这个 给国民党拉雪标 干点事的话 你就和习近平 不管是宋涛 还是袁家军 还是其他官员 见面的时候 你就能讲一句 就是咱们在都是百年大党了 能不能允许我们在 培都重庆 搞个支部 我们发展党员 党员发展 咱们竞选吧 那么都统一了吗 就不用去 打台湾了 是吧 两岸 不要互相参杀 通过选票的方式 通过民主的和平 民主转型的方式 学习蒋经国 啊 国家统一 一篮子计划 我老江早就提出这个观点了 哪怕你这个选举第一年仅仅限于这个 第一轮的 你限于 国民党和共产党竞选也行 把竞争机制引入 这个 这个中国 这一步这一下就就不一样了 中国老百姓把热情就转向了 有 娱乐 就转向了政治 然后呢 也不用打台湾了 这成本多低 马上就统一了 选吧 选上了 谁想 谁上的 谁就干吧 是吧 你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是吧 什么人物 是魏京生啊 王军涛 王丹 这会儿可怕不能有国民棍 这国民棍也不好说啊 民主就是说 你随那么忽悠民众 谁那么选票忽悠到手就行 你得承认国民棍 这个宣传很厉害 是吧 影响力也是 也了得 我是这么讲的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想 有些人都想当领导人 那就给人权利选 选谁谁上 国家一下就统一了 马英九没这个胆啊 马英九只是提了 中华民国 这已经不错了 咬了牙 要怎么头撞 撞玻璃了 就马英九这个人 我发现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 你别说他 有一个台湾记者说 马英九 剑步如飞 根本不像七十多岁的人 还是老了 否则怎么玻璃都没看着 撞上去了 这个很有意思啊 改革开放自出的时候 我老江也出过这个丑啊 就上哪个地方 因为那个玻璃太 玻璃幕太透明了 一走碰上去 特别那个商场 也曾经碰过 但是轻微的碰啊 也碰着眼镜碰掉了 也出过丑啊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也是舒服啊 不过马英九不应该这样啊 那么这篇文章还讲到另一个网友的议论 他说请军入瓮 关门打狗 先骗过来 嘴上莲花一朵朵 背地的三类 三类怎么损怎么来 香港已四番一次 没有下次 就大约马英九千万别给 背背习一瓶搞的 小女孩给拉下水 那就麻烦了啊 也有网友发帖说呢 所谓台湾问题 统一问题 从来就是大陆 煽动民族主义的烟幕弹 确实 借此扮演什么呢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魏道士 中国真的关心国家领土完整吗 非也 说你关心为什么 前苏联俄罗斯搞出那么多的土地去 黑龙江土地他不要的 是吧 你看中共真的关心领土完整吗 非也 台湾不过是国共之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被中共用来打击对方 笼络人心的充满呀 你看这篇文章列举了这么多的网友的观点都很好 英雄所见列统 还有一个帖子 叫没发的 采媒 采媒讲的台湾问题是大陆统一的一面之词 台湾有什么问题台湾没有问题 台湾是东亚地区民主自由的灯塔 你看我经常讲灯塔 其实习近平最担心是台湾的灯塔照亮中国大陆 他怕这个一选举他就完了 随选他 吐了巴基 是吧 根本没有水平 说是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开除 结果的地方 台湾的政权 是把台湾人当人看的政权 台湾人的福利待遇 处在当今世界前列 前几天接的一个 看到一个台湾的电话号码给我打的 我密切 因为我正在那 录制节目 以后随国发这个 你就发这个短信 什么事什么事 我叫双鸣 然后我给你回 你也不明不白就打了 你说台湾的这些企业一旦是 工党的特务怎么办 就不知道 我希望的是台湾 上次给我 打赏了 50美金 100美金 我忘了 就是一个 开饺子馆的老板 如果是那样的 我还愿意接接电话 不要到台湾 我没去过台湾 等到台湾去 肯定得品尝品尝 台湾的山东水饺 台湾 是我这个非常的这个 梦冥以求的地方 到去看一看 他说呢 这个这篇文章讲 这个网友说 他说呢 台湾好 怎么好呢 说台湾呢 没有网易中央 没有封号 没有上方 没有维尾 没有统一思想 没有无边的 三公 消费 没有天价一药 没有养老自由 没有政法委 没有阶级敌人 没有党的军队 你看在台湾街头 你也可以 宋揚共产党 宣揚共产党意识形态 我看还有那个老粉 在台湾街头上 在这 都傻 特别傻 你看这里讲了很多没有 他就讲在台湾呢 没有假话 瞎话 空话 套话 废话 废话 屁话 捧话 其实也有 你看那个台湾我每天都看 看那个 很多节目 里面有很多的就是有些人也有问题 这里很复杂 因为中共啊 通过这个就是做生意 两岸往来 已经测透得非常厉害了 我都认识很多人啊 都移民 企业家里面去 见这个 见那个 见那些敏感人 回脚汇报 说咱不去讲了 有些事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两岸的人民呢 实际现在要是统一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如果这次习近平敢见马英九 是吧 你真正说见马英九 老马 哎呀 你来正好 老马师徒啊 这是培渡 这样吧 咱选举吧 是不是 那你马上习近平和以前不一样了 习近平不会有这种这个 精神聘革 习近平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问题就是怕保住自己的权利 也要把权利给儿子 就在这大忽悠啊 因为他把台湾的局势 忽悠的越紧张 那就可能搞冷战 要冷战时间长啊 对他非常有利 他就把儿子租乌的 习二代习二代 第三世就 提拔上来 然后与此同时 通过这个思想教育 洗脑 把政敌 全部 斩尽杀绝 全踢出去 然后从小孩开始就 学习习近平这套东西 叫叫每日一喜化 是不是 然后就变成北汉了 大北汉 北汉的升级版 叫数字极权主义 然后习近平就可以千秋万代捅了下去 习近平想 等有一天带着儿子 或者派儿子去担任 第一任 台湾 领导人 台湾省 省委书记 兼省长 完全有可能 习近平每天想着自家这事 我估计这和他妈有关 他妈也可能要讲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 再怎么样 要把权力给他自己的 孩子 说 那他就高兴了 我认为他在打这个主意 因此台湾这是一张牌 美国在打 他也在打 未来 发生军事冲突 擦枪走火 战争爆发很可能来自台海呀 好 谢谢